随着越来越多两岸重大争议法案推出 岛国前进社团发起了废除公投高门槛的全台联署活动 希望找回制衡政府力量 中秋连假他们来到巡回第二站新竹 学生陈维廷和林非凡表示 现在离目标还很艰巨 岛国前进发起人陈维廷和林非凡 带领志工和民众 手持标语从新竹火车站到城隍庙 举办游行和宣讲活动 过于新竹相亲做国家的主人 岛国前进也希望能够去开创一个新的政治的文化 更多的新竹的朋友可以参与这样的公民的运动 也关注新竹在地的议题 但是我们这是这样的主张 我参加这个联署希望这个门槛可以被修订 然后对这些公民对真正一些人民团体的声音 可以就是更能够展现出来这样 透过全国巡回的行动 岛国前进邀请人民加入公投法部阵的行列 从今年五月至今只募集到三万份联署 要达到一百万份联署书是相当艰巨的任务 我们距离目标还非常遥远 还非常遥远 希望大家今天除了现场填写联署之外 回去回去还能够持续的关注这样的议题 自行当落联署书发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他们一起来参与 越来越多两岸重大争议法案推出 台湾民众虽然拥有公投权利 但是50%投票率的门槛被批评是鸟笼公投 我们需要一套有效的制度去面对 面对是在代义政治的缺失 所以我们希望接下来能够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行动 一起来改变台湾的国民体制 废除公投高门槛 相关诉求抗争行之已久 能不能在太阳花雪运后找回契机 仍待关注 新唐人亚特电视 彭正前 台湾新竹报道